被北檢指控 涉入周洪旭共諜案 王秉中出面再反擊 那癥結了從頭到尾 被告只有一個人 叫做周洪旭 那另外有人說 我們被列被告了 那個是由民眾去告發我們 告發這個很正常的 我也常常告發 我們也告發賴清德 也告發李登輝 指一部分媒體有色彩 刻意扭曲王秉中準備提告 用這種肯定語氣的標題 直接就說 這個王秉中拿了 國台辦的多少錢 成立網站 要來發展諜報組織 這個完全不是事實 子虛烏有 那你不能夠說你是根據北檢 因為北檢也沒有這樣指控我 不只槓上媒體 日前周一闊爆料 王秉中家人收五百萬 新黨青年軍 在台灣成立軍事訓練團 暫時管用等等字眼 幾乎和北檢新聞稿 用語一模一樣 王秉中質疑有人泄密 就檢調也沒有提供 這個部分給我看 就我作為證人 我都沒有看到 那周女士是怎麼得知的 這次的這個州案 是涉及國家安全的 所以它不只是一般刑事訴訟法規定的 偵查不公開 它還涉及到國家機密問題 所以子良 我有消息來源 絕對不是地檢署 我們大家都是記者 我們有新聞採訪的能力吧 他講得這麼清楚 說是單筆 他說就是一筆外匯 匯入換算台幣超過五百萬 請問這個消息來源是什麼 你憑空捏造嗎 因為現在周女士呢 他說請大家去看這個北檢的新聞稿 然後說到底某某人GG了 那北檢新聞稿沒有講這個啊 我做的這個報導是他的父親的帳戶裡面 有美金價值台幣五百萬以上 王炳忠先生是轉移焦點 告媒體又PK周玉寇 王炳忠全力捍衛自己跟家人的清白 記者李夢昌 陳文岳 台北採訪報導